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aling.com.h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 医生 你好 Della 大家好 不如跟听众介绍一下 如果有些人有很多脚汗问题 我们在临床上的同类疗法 可以如何形容到脚汗问题 我相信脚汗的问题很多人都有 看看去到什么程度 有些人多到脚汗的东西都会濕 濕粒粒的 也会觉得有脚汗的东西都会穿着 用止汗粉、止汗剂、几图抑制它 如果不然我暂时都未听过其他的工具 其他特别的方法 常见都是这样的 用止汗剂去抑制它 但是在同类疗法的经验来说 我们有些案例 当一个人本身有脚汗 他用一些工具去抑制它 他就立刻不再流脚汗 然后就出现腫瘤 腫瘤 腫瘤 你想想一下 这是真正的个案 我们过去在文献上记录过 为何我们简单的治疗法概念去解释 因为汗是一种身体排泄的地方 身体需要一个区渠道 将汗液或臭的问题 有骚髒的、臭的汗、酸的汗 想它排泄出来 这是正途的排毒过程 而你硬要阻止它 毒碎就在身体里面 可能是其他重要的部位 例如脑子 删出肿瘤 所以我们经常强调 身体是有治愈的能力 身体会将身体积极的生活方式 环境的毒素 企图用身体正确的渠道排出来 当然汗是其中一个常用渠道 如果你不断地把身体的毒素 用平常渠道排出去 身体就会变成毒素减少 如果你硬用一种手法 把排泄的渠道禁止它 毒素就内聚了 影响的部位不是表面这么简单 而是内部 所以有出现脑瘤 同学疗法在我们学习的时候 谈及到这个问题 我们要小心用 要小心处理这些汗液的问题 当然除了脚汗 有些人会使用咸咸底 有很多糊臭 很多时候都会使用压抑或止汗剂 噴下去 有些人,不是每个人都会 但有些人会引发一些很严重的健康上的问题 同学调法都是这样 在任何一种常见的症状里面 通常会有很多疗剂 不像普通的脚汗那些 其实有很多疗剂 可以有百多疗剂 所以我亦要望文文职 要问清楚 这个症状不可以单一说脚出汗 要加上其他相关的症状 譬如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说 如果脚汗得起来 有种很烈的感觉 脚很烈的感觉 这个我们就会想到几种常用的疗剂 硫磺 硫磺的人的脚很烈 睡觉就将要伸出皮 不能够随着 实际上就会脱脚 冰凉的地板最舒服 除了硫磺 还有钙 钙通常是怕冻汗 但这症状会有消热的脚汗 还有石虫 这三种比较常用的疗剂 但当日是小疗剂 我就不便说 因为要太多了 还有一个症状 脚的眼睛是濕濕的感觉 好像是濕濕濕的 摸下去濕濕濕的 也有几种疗剂 除了硫磺的症状 可能是冷的 脚汗是冷的 冷得来的时候 疗剂是主要的 因为疗剂的典型 就是脚濕濕濕濕濕 冻冻的 疗剂是主要的疗剂 除了疗剂之外 还有Viratrum Viratrum是白泥炉 这是有毒的物质 当然疗剂经过稀释之后 一点物质都没有 不用想本来的物质是没有毒 没有关系的 那种疗剂是很冷的 流冷汗这些情况 但其实也有很多比较常用的疗剂 如果发现汗是不停的 不要有时间性的 是不停的 重心是直silica 通常瘦瘦瘦 体弱虚弱 中医的胃气不足 保护外层的保护不够 所以是洩气的 silica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 是经常出汗 不停的出汗 还有一个就是sulia sulia也是主要的症状 都是不停的出汗 如果有些汗是exclorating 即是蜡的 有些汗是蜡的 也有几种疗剂 Beretacarb Nitric acid 蜡的辣酱 蜡的辣酱 Floric acid Floric acid Floric acid 是肤酸 有很多的疗剂 还有一个情况之下 因为脊椎受伤 出现了脚痕症状 疗剂是酵酸 Nitric acid 蜡的辣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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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神经系统 包括自助神经系统 即是出来的地方 要你弄伤蜡蜡 蜡的蜡蜡 可能会影响自助神经系统的功能 出现这个症状 我在脊椎读书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个同学 他就是这样 他有一次玩滑水 滑水的时候 一扭一扭 扭伤了腰骨 接着便秘得很厉害 这些情况是会发生的 所以脊椎的治疗的重点 会放在脊骨上 因为脊骨是神经系统 控制全身神经系统聚集的地方 除了感应和动作的神经系统之外 还有一个治疗神经系统 所以脊椎方面 脊椎方面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发现出汗 你发现原来在旌旗来说 是特别痛 还有特别多 疗剂就是 Beratrum 所以看看是否早上更厉害 或者晚上更厉害 还有是否臭 脊椎的 脊椎有很多大疗剂 Beratacarb 碳酸贝 Graphidus 石蟋 石虫 Nitro Acid Telarium Telarium 有些丝臭味 Silica 类类差不多经常用得着 这些就是疗剂 臭不臭 还有丝臭 有丝臭 臭蛋 或者臭就像皮甲的臭味 如果是酸的 酸的臭就是钙 还有Nitro Acid 酸臭的 臭就像尿的味道 有特别的尿剂 还有份量 臭不臭 份量大不大 还有时间方面 所以在同学疗法 很多时候遇到疗剂的问题 我们需要更长进的资料 有机会配一个疗剂 就会很大机会帮得到 但是很多人对同学疗法 认识不足够 很多时候说一个病名 有什么疗剂 其实很多 我们需要很多 我经常说要三只脚 你一张椅子有三只脚 起码三只脚才能坐得稳 如果只有两只脚就没有不稳 只有两只脚就更加不稳 在我们的治疗 在我们的辩证施治 我们是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很多人不太明白 为什么我们的诊金 第一次是比较贵一点 因为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要了解你一生 基本上说你原有困扰问题 那个成因 那个我们称的 modality 什么令他好 什么差 环境的因素 很多时候要问来源 要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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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它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情况之后 所以同学疗法在哈佛教学生的时候 他们教会诊是找同学疗法医生 同学疗法是西医的一部份 早期但现在西医他们放弃了 所以很多西医也是一个很棒的同学疗法医生 所以我知道在哈佛医学院教课堂 通常是找同学疗法医生教的 因为同学疗法是真的闻诊闻督督的 中医也有配合其他闻闻测 但在闻诊方面 同学疗法是最细细的 因为不是这样找不到疗剂 找不到疗剂也帮不到病人 所以大家记住有什么问题 古灵精怪的症状和疗法也有机会找到疗剂 没有人帮到疗剂的问题 多谢袁先生和我们分享 提及脚汗的问题 好像壮痴很常见 也有很多人 当然有不同程度的困扰 刚才听过在文献上面 有些可能是用一些抑压性的治疗方法 反而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些困扰 就不要想像简单单的炸粉 原来出来的严重问题更加吓人 脚汗没什么 最多是换物 但如果出现肿瘤科 就不太轻易了 希望大家也要注重身体健康 我们整个身体不像西医所说的 一部部份的机械 这里不行就换了这里 不是的 是一个很有牵连性的问题 我们整个人身体 刚才提及过 有些怪异、奇蓝杂症的症状 其实和疗痣也会找到 只要大家留心点 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你所出现的症状 或者整个人的状况 刚才提及到疗痣 我们需要最少有三脚 有三个key point 就可以很容易找中疗痣 而得到弱度病除的功效 多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 或者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lat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到我的网站 www.s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不自然疗法御理,就可以聆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余女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